网友力拱 红莲佩 盛动强势回归即将换柱 请看央视一分钟 各位好 这里是眼球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 我是主播视网摩 来看新闻 亲民党总统参选佛 尼菩萨表示 11月副手人选就会出炉 而日前国民党总统参选佛 观音柱在面对网友提出与联盛文联手的建议时 却笑着说 不要跟我开玩笑 我不是笨蛋 他认为副手首要的条件是理念一致 人品必须端正 再来需要考量跟自己有没有互补的功效 对此KMT最后的清流连胜栋昨天强势回归 霸气回应观音柱自己的确不是做副手的料 也跟他一点都不互补 网友的提议是场美丽的误会 因为他只有总统的命 这样高调的回应 让全中华民国的人都傻眼了 因为举国的人名完全没有发现 原来他还住在咱们国家的高级地堡里 那搬出去当初是为什么呀 跟连爷爷吵架吗 而近来换柱传言盛宵城上 备受乡民拥戴的盛栋 是否即将取代那个大骂网友都居心口测不怀豪疑的观音柱参战呢 看来不论是观音柱还是连胜栋 选举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呃 当我没说 认同请分享 功德无量 好了本节新闻就是这样 本台正在庆祝破千赞 分享贴文可以抽奖 想请请点击我们的粉丝专页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